记者同镇国南投报道,新一波大陆冷气团发威,和欢山入夜至金层气温降至零度左右,加上有水汽,五岭一带断断区区出现雨甲县,路面,山必留下少许极限雨薄冰,碰上周休假日,许多游客彻夜留在山上,上山车潮更是涌现,台十四甲县或清静农场,路段及大排长龙。 本周两波大陆冷气团接力报道,这一波的威力更强,平地昨晚已创下十二,切度的低温,水气不断移入,时冷让体感温度更低,不少游客期待和欢山能降润雪。 昨晚台十四甲县18K翠峰至41K大鱼岭实施预警性封路,但不少追雪族彻夜留在和欢山上,五岭停车场已经客满,昨夜至金层则是断断区区出现雨甲县的情形。 山壁路面目前都有少许的基线与结冰,路面湿滑,公路总局普里公务段,仁爱分局上午七时正式公告,31K屋岭至33K和欢山游客中心路段限家挂雪链车辆通行。 提醒上山游客注意最新管制措施。 今天是周休假日,上和欢山的车潮已早即开始涌现,许多游客凌晨就在18K翠峰派出所前的管制点排队,等上午七时管制结束就上山,车整夜大排长龙。 过了8K亲近农场,路段及走走厅厅,有游客缺乏功德心,开启逆向模式或并排模式企图插队,也让交通更加庸测。